抓住他 莫让他跑了 胖虎一愣 玄机又掉了个头 把野鸡给收拾了 这一次 他直接将野鸡含在嘴里 大摇大摆的朝许六月走来 你这是在占胖虎和花花的便宜吗 是松鱼的声音 他回来了 家里头的男人回来了 那明日去收鹅虫的活 岂不是有人干了 要说占他们的便宜 可没人比你占的多 许六月白了松鱼一眼 便伸手摸了摸胖虎的头 然后极其自然的将野鸡 从胖虎嘴里拿出来 要不是因为你今日回来 想给你断个鸡接风洗尘 我哪里会从两个野兽的嘴里拿东西啊 哦 按你这么说 你早就知道我今日会回来 其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 为什么就非得着急回家 或许是因为放不下老母亲 或许是成家以后 身份上有了变化 所以得过家 又或许 只是想回来看看 许六月在做什么 可谁知 这小没良心呢 明明半个月没见了 可他的反应怎么就像是 昨天才见过一样 那你要不要喝鸡汤 不是他自己答应了吗 我在中秋节之前赶回来呀 我又不是老年痴呆 反正就这两天嘛 哼 我不在的日子里 你连胖虎和花花都没溜 现在人家好不容易出来玩耍一趟 你还抢人家的 想喝鸡汤就挖山蜀 哪那么多废话 再说了 你走的时候 也没交代我溜胖虎和花花呀 说着就直接扯了一条疼 将他活着的那只野鸡给绑起来了 两只野鸡一丢 就开始撸虎撸棒 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 盯着那白衣少年干活 胖虎一如既往 黏得不像一只老虎 许六月的手才摸上他的脑袋 他便开始不断往许六月 小小的手掌亲上蹭 花抱一开始还不愿意呢 一副许六月是智障的眼神 可后来 真香啊 人类的手掌 好像有着什么魔力一样 真舒服啊 我走之前也没交代你好好吃饭 却没瞧见你轻手 连花花都如此喜欢你 你竟没溜它们 这是老虎 这是花豹 你当人家两个大野兽是狗子呢 需要人溜的 这整座独角山都是它们的后花园 人家想什么时候出来不行 花花莫不作声 闭眼享受 可胖虎就委屈的嗷吾起来 似乎是在反对许六月的话一般 你这话放到以前是没错 可自从你经常出入独角山后 它们的自由就被尽了 说吧 还凉凉的看了许六月一眼 仿佛在说 你个凉薄的东西 人家因为你连自由都没了 你居然不溜人家 哦 原来是这样啊 溜溜溜溜溜溜 以后一定要溜 好 这次没溜你们 那可怪不得我 完全是因为你们的爹 在临走时没有交代清楚 害得我还以为你们会自己出来玩耍呢 哎呦 真是可怜 啊 爹 他什么时候成了两只树的爹了 朝许六月望去 想用眼神询问一番 为何 人家许六月压根就没看他 我说你们两个大可爱 也不用那么实诚嘛 这独角山就是你们的天下 想怎么玩都行 只要不伤害到家里头的人就好 要不然这样 改名我把另外两个成员介绍给你们认识 你们闻闻他们身上的味道 等熟悉了之后 你们就是去煮我讨吃的都行 不过呢 我最近缺鹅融缺的紧 你们得帮我多抓一些野鹅回来 知道了吗 是 都抓些野鹅 特别是花花 你的动作快 得多让你娘占占你的便宜 宗宇 你吃药了吗 有病就赶紧吃药 干嘛老找我麻烦 我又不是大夫 山手挖的差不多了 回家吧 胖虎和花花都很懂事 先雪六月和宗宇往竹屋的方向走 便自己撒着花的往后背山去了 东西到手了吗 不过是一朵百年的普通雪莲花罢了 竟也值得那些想上位的人 夸大成万年之久 再寻吧 几十万年的雪莲花 那又怎么可能如此容易就得到手呢 我再打听打听吧 万年雪莲花再难得 但只要它存在 我就一定得拿到手 不过这次去苍州 也不是一无所获 那苍州之府看着清廉 可宝库里名贵的东西多得很 你拿了 拿了多少 拿了什么 值多少钱 快上交 这丫头 可真是个财迷 我拿了药材 和守屋和人参 还有一些比较罕见的中草药 别的 没拿 我棍子呢 你这江阳大盗都当了 拿一样也是拿 拿两样也是拿 没区别呀 药材拿完了 就不会给我带点银子回来吗 下次再有这种好事 叫上我 那些东西太重 不好拿 当时药材 难得得很 不拿就可惜了 说的也是 怎么了 我瞧着这些草药 都长得挺普通的 就像这个 我以前还在咱们村子里的 吃脚大夫那里见过呢 是用来退热的 谁家若是有人发热了 喝他就行 你倒是记性不错 别瞧着这些草药 长得普通 可在我们宁国 也是要花高价买的 你常年住在村子里 或许不知道 我们宁国不像别的国家 医术发达 药材齐全 在我们国家 好的大夫实在太少 而药材这一块 除了最普通的草药外 很多草药 都得靠着他国供应 这些草药 在别的国家 或许是极其常见的 可在我们这边 确实连寻都寻不着 很多药铺 为了备弃药材 都是请了标局 去其他国家运回来的 这千里迢迢的车马费 人工费加起来 便让原本不贵的东西 变成了高价 就这玩意儿 若是放在邻国 或许只能卖二十文钱 可到了我们这里 就得卖上半两 甚至一两银子 也不知那苍州知府 跟谁在暗中勾结 不仅能存下一个 宝库的金银财宝 更有如此之多的草药存着 若是与那家人 有着攀根错节的关系 这些草药我说着吧 等你需要用了 再问我拿 许六月不知 终于在想事情 只是觉得 若一切都像综于所说那般 那么 他又寻到了生财之道 宿主 你就放心吧 你的那两个宝贝 都已经发芽 长叶子了 再过几日 指不定都能 长出新的药根了 来 将这些也种了 完全干枯了的药材 用鲜水泡泡 看能不能发芽 地方不够 就将青菜拔了 以后这地 就只拿来种药材 您前几日才让我把青菜种下 焰待又 宿主 不如您升级下领地呗 反正才十两银子 您又不是升级不起 升级领地 嗯 好像也有点道理 升 周母在床上躺了半个月 再醒来时 竟有种恍然隔世的感觉 浑身上下都酸酸的 总觉得自己好像睡了很久 她撑着手肘起身 拖着疲惫不堪的脚步 朝屋外走去 当阳光照射到她的脸上时 她的眼睛竟有刹那间 睁不开似的 姐 婶子醒了 婶子 要不要微香扶你 周母摆摆手 正想要开口道谢 却发现 她的嗓子也干得很 娘 你醒了 怎么样 还难受吗 我就说了 让您悠着点 您非不听 这下好了 吃了点果酒 就睡了半个月 以后再有好喝的酒 我可不遇您的份了 好在 宗鱼哥哥现在记忆还没恢复 好哄 要不然 他非得手撕了我 以为我害了您呢 醉了这么久 嗓子一定很干吧 先喝点水 润润喉 就在这时 宗鱼也捡了柴火回来了 依旧是一副孩子气的样子 赶到周母后 忙丢下柴火 兴高采烈的 娘 您终于醒了 您肚子饿不饿 口干不干啊 您以后可不能吃酒了 要不然我们都担心 他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了 吃酒 他什么时候吃酒了 听着两个孩子的意思 是他吃酒吃多了 所以醉过去了 这一醉就醉了很久 周母活动了一下 自己的手腕脚腕 确实酸痛得很 难道 他真的睡了很久 可是为什么他的脑子里 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你们在说什么呀 什么吃酒啊 我怎么记不起来了 你记得起来才有鬼呢 娘 您没事吧 也没烧啊 怎么开始说胡话了呢 难不成是醉得太久 所以都忘记自己做了什么事了 娘 您默下鱼儿 您那日明明吃了不少果子酒 娘 您不记得了吗 那天我去山里随意的摘了一些野果子来酿酒 您瞧见了很是喜欢 非要喝上一口 可是后来由于贪杯 您直接就给喝趴下了 这一趴就趴了半个月呢 半个月呀 可把咱们给急坏了 要不是因为我也喝了果酒 却相安无事 我都要怀疑娘是中毒了呢 您 您不会真的不记得了吧 难道是那果酒除了醉人之外 还有让人失忆的本事 不管不管了 凉醒了就好 又不许媳妇再酿什么果子酒了 果子酒 醉了 我真的如此不胜酒力 就连果子酒都能让我醉上半个月 不对呀 我这记忆里怎么就没有吃酒的事了 那果子酒是个什么味道啊 我也记不住了 难道 我 我真的失忆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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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痛啊 我的脚好像扭着了 去吧 人家小姑娘要你服呢 真是个祸害 我就出来收个鹅绒嘛 这走一个村 就能迷倒一片的小姑娘 下次再出门时 就该给她戴个面具 公子 我方才不小心摔了一脚 扭到了脚了 所以 所以能不能麻烦你 送我回家呀 曾于连看也没看那地上的姑娘一眼 只是将背上的鹅绒背好 静止从姑娘身边走过 你不服人家 人家可是为了你才摔跤的呢 真是不懂得连向西域 在许丢月看来 她不过是在调侃 可听在踪鱼的耳朵里 倒像是有了醋味 刹那之间 有一股说不清 道不明的感觉涌上心头 还挺没劲 公子 人家真的受伤了 走不了路 你能不能送送我吗 你瞧瞧 你妹妹都让你送我了 我家不远的 就在前头 走几步路就到了 受伤了 走不了路 走不了了 走不了路 你可以爬 你家不是不远吗 开玩笑 我的男人 不管有没有夫妻之时 都是败过天地的 你算哪根葱啊 一个脚下不稳 就想让我男人去扶你 缺钙呀 你去补钙呀 找我男人没用 我 我与公子无缘无成 只不过是不小心摔伤了腿 想麻烦公子送我回家一趟 庚子和灵妹 你又何故 何故这般羞辱我 我虽是个村姑 可也是 也是个脸逼薄的 好好说话 我瞧着你也是个 清白的姑娘家 别说起话来 喘来喘去的 知道的 还以为你得了病呢 不知晓的 还以为你在洞房花住夜呢 这丫头 自己都还是个小孩子呢 怎么能说出这样老道的话来 你 你一个姑娘家家 怎么能说出这样不要脸的话来 我 我在刚急急 还没说亲呢 你这话若是传出去 让旁人误会了我 岂不是毁我名声 花姑娘在说这些话时 眼中的余光还时不时的瞟向松鱼 就仿佛是在给松鱼放信号 小哥 我单身未嫁 可疗 受疗 说好的古代女子 不能轻易泡头露面了 说好的古代人 在感情上都是含蓄而不外放的呢 说好的父母之命没说之言呢 突然间看到一个陌生小伙子进村 就开始把持不住了 行了 你也别在我面前说什么不小心 说什么误会的 你我都是女子 那点心思我还看不懂了 从我们进村的那一刻起 你就一直盯着我们 哦 不对 是一直盯着我夫君 连眼睛都没眨呢 你说你一个刚急急 尚未说亲的姑娘家 明目张胆的盯着男儿郎本就不对 更何况 现在还三番五字的 要求别人的夫君送你回家 这是几个道理啊 我不管你是不是真的受伤 走不了路了 就如我夫君所言 走不了你就爬回去呗 少得我夫君送你回家一趟 指不定就得被逼着往家里纳妾呢 你愿意当妾 我还不愿多一个妹妹呢 什么 你不是她妹妹吗 怎么回事 你才是妹呢 你全家都娶你妹的 连人家家里头的情况都没摸清楚 就在这里公子长公子短的 有意思吗 人家都叫你爬了 你还在这里哭哭唧唧应应应 请求老天给你主持公道呢 我不就长得小个点吗 这叫娇小玲珑知道吗 谁告诉你我是她妹妹的 我给你脸子 一开始不拆穿你 你放我们走就是了 三番五次的纠缠 不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吗 你 你个汉父 我的媳妇再凶悍 也是我宠出来的 怎么 这位小姐有意见 就是 我凶悍又怎么了 我夫君喜欢 不像有些人 娇滴滴的哭成累人送上门 还没人正眼瞧她们 一番话说完 许热的心里也畅快了 于是伸手抱住了综于的腰 就这样腻歪着扬长而去 气得身后的花姑娘 那叫一个心肝疼了 早知道就不带你出来收鹅绒了 真是个祸害 曾有些好笑 究竟是她带她呢 还是她带她呢 喝口水吧 也该渴了 我倒觉得这一次没有白出来 至少还让我瞧见了你刻薄的一面 也不知你伯母若是见了 该当何想 她可是一直夸你又乖巧又懂事 说到刻薄 方才你也不差呀 怎么说也是个娇滴滴的姑娘家 让人家爬回去 你怎么想的 我婆母还觉得 这家儿子是个孩子呢 若是她知道 旁都不管 脑子在嘴皮子上 就是要赢 我若是去扶她了 我可还有好日子过 你大可以试试啊 我只是失忆了 又没坏掉脑子 把你的心放回肚子里 别让她乱窜 什么叫把心放回肚子里 我 我有担心过什么吗 走吧 早些回家 挺拔高贵的身姿 背着一包大大的鹅绒 明明是富贵公子的样子 却干着农夫才干的活 你说滑稽不滑稽 算了吧 是不是吃醋 暂且不提 反正我许流月 也确实有战有欲 我的男人 就是不能让别人 明目张胆地惦记 更不可能 在没得到我同意的情况下 就去对别的姑娘 事与援手 六月呀 你这是收了不少鹅绒吧 我这也给你收了十来斤呢 你看 你现在是拿去还是 现在拿吧 小梅婶子 徐六月让曾鱼 将那十二斤鹅绒 一起捆上 跟之前收来的绑子一起 十二斤 一共是三千银子 小梅婶子 你说好了 六月呀 有件事 还得跟你说一下 上午啊 我将收鹅绒的消息 放出去以后 许家的人 也来送鹅绒了 那就是你那二叔的媳妇 呗呗呗 不不不 是许老二 你瞧瞧我这张嘴啊 也是够笨的 就是那许老二啊 他媳妇拿过来的 我看着也不多 一斤左右吧 就没收 一来是因为许家压根就没养过鹅 我也不知道他那鹅绒是从哪里来的 再加上许家的人品也不好 我哪敢收啊 二来呢 这鹅绒不是你要的吗 我想着许家那头对你素材不好 所以我就 总之啊 我没收他的鹅绒 他还在我这里闹了好一会儿 说什么 我凭什么收别人的鹅绒 却不收他的 是不是瞧不起他 你是知晓的 那许金氏的脾气 最是难产 我那会儿砸货铺子里还有别的香气来 也顾不了他 所以 所以我就说 就说这鹅绒是你收的 我只是帮你一个忙而已 你看 没事的 小梅绅子 你做得很好 许家的东西我是不要的 以后若再有这种得罪人的事啊 你尽管帮我名字好了 我许六月好欺负 可是我婆母和夫君却是厉害的 你不与我技巧就好 但许六月和宗月二人都走了以后 再松了口气 自顾自的 这六月丫头啊 你还好欺负呢 你可是咱们村现在最彪悍的姑娘 不 是小妇人了 六月家那男人好看是好看 可不好惹呀 光看一眼 脖子都凉瘦瘦的 救命啊 死老虎 不 不要过 过来呀 不要过来 再过来 老子哪砍到 砍死你 好在胖虎跟花花所处的位置 离宗月二人不算太远 只有一会儿的功夫 便瞧见了两个大家伙 一前一后围着许天堡 走开 走开啊 花豹背对着宗月和许六月 倒瞧不见来人 倒是胖虎 大老远看到了主人后 便立即迈起了萌 他软绵绵的嗷呜了一声 就直接在原地打滚 翻起了肚皮 一双大大的狐眼 也没再盯着许天堡 反而是盯着许六月和宗鱼 仿佛是在说 爹娘来了 快来撸我 你 你是只老虎啊 不是只猫啊 当着外人的面 能不能有点出戏啊 一瞬间的功夫 就判若梁虎 反连比翻书还快呢 许六月正想跑上前去 安抚胖虎和花花的情绪 可谁知 就在这时 许天堡瞧见了胖虎的状况不断 立即便挥起了柴刀 朝胖虎的肚子看去 胖虎小心 随手就捡起一根木棍 朝许天堡打去 与此同时 综于和花花的反应也不慢 一个飞身挡在了胖虎面前 狠狠踹了许天堡一脚 另一个则低吼了声 直接往许天堡身上扑去 一时间 许天堡觉得自己命都要没了 胸口的疼痛还没来得及感受 整个人就被剑中的花豹狠狠压住 花花的脾气本就没有胖虎好 瞧见着不长眼的东西 竟然还敢伤他的伙伴 立即张嘴 从侧面死死寒住了许天堡的脖子 许天堡被吓得一动不动 因为他清楚地感觉到 花豹的疗牙 马上就要咬破他的血管 他后悔极了 一时之间 不知该怎么办 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尿骚味 终于面色难看 盯着许天堡 花豹也愤怒地喊 只等着主人一声令下 原理物理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是稍稍换了个姿势 往赠玉身上蹭了蹭 你去 我是六月他爹呀 救救我 救你 看来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 干得漂亮 我前两天才吸了你的下巴 你今日就如此不安分 还望独角山里跑 许天堡 关系一断 你我不再有任何联系 总是如此三番五次地纠缠我们 你究竟想做什么 六月呀 我的乖女儿 你先救 救我 六月呀 这个 我上山是为了跟你娘斗 斗欠的 你救救我 我还不想死 我 我还没见你娘呢 第一 我不是你女儿 第二 我娘不想见你 第三 我没有义务救你 最后 即便你被花豹咬住了脖子 也依旧不影响你说话 我奉劝你 最好老老实实地交代清楚 你上山的目的 要不然 我不介意让花豹 现在就咬断你的脖子 你 你敢 我 我可是你爹 你 你不能如此不 不孝 救我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你要是再敢说你是我爹 我就让你受断舌之苦 上一次我只是卸掉你的下巴 让你体会了一场不能说话的感受 这一次 若你不怕死的话 我可以直接送你上西天 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跟你浪费 说吧 为什么上独角山 你不知道独角山很危险吗 我 我 六月啊 你可怜可怜我吧 我 我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呀 我现在 现在是一个铜板都没有 你刚也见底了 我要是 要是再没银钱 我就要被活活饿死了 六月 我知道你和你娘 你妹妹 现在日子过得好 你能不能给我点 给我点钱 让我吃顿饱饭 我 我听你二婶说 你现在老有 老有钱了 光是鹅绒 就让人收了上百 上百斤了 你是不是 是不是在做什么大买卖啊 要不然 你要那么多 那么多的鹅绒做什么 你给我一些银子过 过日子 我帮你忙 我帮你去收 收鹅绒 我还可以帮你 帮你 上百斤的鹅绒 许金氏也真敢说 想必 是因为他那一斤的鹅绒 卖不出去 所以便回去挑唆了吧 你先帮帮你自己吧 你自己都被人当靶子使了 还在这帮我呢 上百斤的鹅绒 哼 许金氏给我呀 还是你给我呀 自己没有银钱 不想着去挣 都是想起我来了 我今日可怜你 那么敢问 当初你可曾可怜过我们呢 不 不可能的 你二婶说 说你现在 别二婶二婶的 我说了 我跟你们许家没有任何关系 好好好 我不说 不说那个女人 是我们妇女 我是你爹呀 你 你是我爹 我是你爹还差不多呢 你 你说了不算 我就是你爹 是生你养你 养你的爹 独角山多可怕 他许天宝在山脚下 光是抖腿 都抖了半个时辰 现在好不容易上来了 也瞧见许六月了 他可不能空手而归 只要你体内一天流着我的血 我就是 是 许天宝话还没说完呢 下巴就已经被许六月牵制住了 我说过 你要是再认不清自己的身份 我不介意把你舌头割了 你一而再再而三挑战我的耐性 若我再不给你点厉害瞧瞧 都显得我光说不连假把事了 嗯 许六月是动了怒的 对于许家的人 他给过太多的机会 早在离开许家时 他就想过了 杀人不过头点地 只能让对方痛苦一瞬 可活得不如意 求而不得 却能让人痛苦一世 只要许家的人老老实实 不来招惹他 他就让对方平平安安过一世 可许家人实在可恨 一个两个的 就像屈不散的鬼魂 烦人的剑 他没得耐性了 只见许六月手上一用力 许天宝的嘴便被迫张开 刀尖渐渐地接近他的嘴 吓得他连忙瞪大了眼睛 那眼珠子眼鼓鼓的 就仿佛要掉下了一般 等等 让我来 莫脏了你的手 让我来 莫脏了你的手 轻飘飘的一句话 让许六月顿时愣着 在他再反应过来时 曾渝已经接过了他的柴刀 将他轻轻推到了一旁 手起刀落 只听啊的一声 一股血腥味便扑鼻而来 曾渝将许六月保护得极好 不仅没有让他沾染上半点血腥 就连看都没有让他看到一眼 倒是胖虎和花花 受到了血腥的刺激 纷纷开始躁动起来 特别是花花 一个巴掌拍到许天宝身上 许天宝的衣裳 便被他的爪子勾得稀巴烂 衣裳下的肌肤 也瞬间劈开肉绽 去 将这人拖到山脚 丢在路边 你们不许伤人 完成任务就回来 胖虎和花花有些委屈 可主人的吩咐 既然都下来了 他们又不能反抗 只得一前一后 慢悠悠往山下走去 可有吓到你 我不怕 回家 他的舌头没了 像是被什么力气割掉了 此言一出 众人只觉得魂都没了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啊 这 这该怎么办呀 他 他还能就活吗 能不能活 我说不准啊 我的艺术有限 只能给他弄点草药 将伤口处理一下 看能不能止血吧 这舌头被割得很深 就算还能活 恐怕也说不了话了 又病人拿水来 清洗了一下伤口 这舌头是刀割的 刀还挺大 嘴都烂了 这外头烂掉的地方 我今夜给他封起来吧 至于付了止血药后 能不能以止血救回他的命 就得看他的造化了 实在不行 你们就去城里请个大夫回来 不不不 我们信你 不用进城 去城里请大夫 家里哪有那么多的钱啊 要不是因为众人都看着 他连院门都不想让他进 直接死在外头好了 你是我们村子里的大夫 一定能救他的 如果实在救不下来 那就是他的命了 就是 就是不知 那些止血的药贵不贵呀 你们是知道的 我家老妖呢 还在城里的医馆躺着呢 实在是 实在是拿不出太多的 血流是这话一出 众人便明白了 于是都免不得露出 鄙夷之色 都是儿子 这区别对待怎么那么大呢 就算平日里偏仙 都顾着小的 瞧不起大的 可现在人命关天啊 还能说出这样的话 也难怪这儿子不孝顺 孙女要断绝关系了 先治着吧 我给他用最常见的止血草药 都是我平日里 自己进山采的 都是一个村子的人 就不受钱了 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 我能尽力做的只有这些 这普通的止血草药 跟好一些的 自然有区别 我救不活他 我也是不负责的 好嘞好嘞 你就尽管治吧 救不活的话 也是他自己的命 谁让他往独角山上跑啊 众人见此 也不便多说 住的远一些的 纷纷收紧了外套 缩着脖子回去了 管的是死是活呢 至于住的比较近呢 还有李正等人 则帮着郑大夫忙前忙后 直到天蒙蒙亮 这血才堪堪止住 大家伙累了一宿 也来不及去管许天堡 为什么会上独角山了 纷纷回家重新烧水 洗漱了一番 补了个叫 在晨午的时候 为了村民们的安全 李正是又敲锣又打鼓 将全村的人都聚集到了村口的大榕树下 先是简单的说了许天堡昨天遭遇的事情 然后又一再强调 独角山 不能去 以后但凡要路过独角山山脚的 都得加快脚步 不能停留 最好啊 能选个人结伴而行 至于独角山山上 是万万去不得的 此通这一出 大家伙人心惶惶 说起许天堡的事情 又不免疑惑 独角山向来危险 不知死了多少人 这个事情 村子里连三岁的小孩都知道 许家老大上独角山做什么 这不是找死吗 就是啊 想当年这附近村子里 最厉害的猎户上了山 也险些丢了性命 他许天堡一个瘸子 上独角山做什么 谁知道呢 莫不是 莫不是去寻雅娘和六月了 哎呦我呸 就他那样的 还去寻人家雅娘娘撒呢 他以为每个人 都有六月丫头那样的好运气啊 能在独角山里来去自如 要我说呀 他有这个下场 也是活该 想当初 他把人家六月丫头 卖到独角山上时 可没想过人家的死活 还好六月丫头有神明庇佑 这才相安无事 要不然啊 许天堡今日的下场 六月早就先体会了 你这么一说 我倒奇怪了 你们瞧瞧 大家伙都是人 对吧 那山呢 也是同一座山 怎么许家老大上去一次就半死不活 而这许六月 却能平安的出入独角山呢 都说了他是鬼婆娘嘛 这都想不明白啊 你们自己想想吧 这么多年了 谁能活着出独角山啊 除了独角山上那对 外来的狠独母子外 就只有许六月了 那对母子咱们不多说 本来就玄乎 而许六月呢 是嫁过去的 自然也不会有事了 对对对 一定是许六月 一定是独角山上的一家人倒的鬼 郑大夫说了 我们家大哥的背 是野兽伤的 独角山本来就偏 又高 有点什么老虎豹子狗熊的 也不稀奇 可是那嘴巴被刀割烂了 舌头都没了 这个怎么解释啊 野兽会拿刀割舌头吗 要我说呀 指不定这个事情就是许六月干的 大家伙还记得吧 有一次我大哥跟许六月在村口争吵 我大哥说 他是许六月的爹 许六月非不认 还威胁我大哥 说要是我大哥再啰嗦 就割了我大哥的舌头 今日这么一看 是他 一定是他 你别胡说 你有什么证据啊 就这么冤枉人家小姑娘啊 独角山本来就危险 谁让许老大上去了 再说了 你们有什么事情都推给六月的夫家 好像说的那独角山在人家还没搬来之前就很太平一样 你们别忘了老人们说过的话 那独角山出事啊 已经不是二三十年的事情了 六月的夫家搬来时 独角山就已经死了很多人了 你们对人家有偏见啊 不过就是因为人家胆子大 能在独角山活下来 可咱们大家伙 就是连上都上不得呢 以前大家伙都说六月的夫家是恶鬼 说的多了 好像就成真了 现在仔细想想 说不定人家因为武功高强 所以才能独角山过日子呢 他们母子俩的身手啊 咱们这些做长辈的都见过 要说害人 这么多年 也没见人家下村来屠杀了谁啊 如今六月嫁过去了 好不容易有点平稳日子过 你们都还要冤枉他 还是不是人了 就是 要我说啊 世间天道好轮回 好心的人啊 自然是有神明庇佑的 而那些坏了心肝的人 当然是不得好死的 各位叔伯沈子在说什么 好像听到我的名了 六月呀 你怎么下山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啊 翠华沈子 今儿不是中秋节嘛 我做了一些月饼 就说拿下来给你们尝尝 今儿人怎么这么齐啊 都在这儿聚着呢 也好 我就不用再多跑一趟了 李正伯伯 这是给你家的 大壮叔 你家的 徐六月给关系比较好的几户人家 都派了些月饼 至于旁人 那就没份了 这大过节的 谁家还没有几口吃的呀 就算不做饼子 那也是割了肉的 有的人眼巴巴做了月饼 送下山来 莫不是心虚啊 所以想讨好李正 好为自己开罪 大家伙看看他呀 一副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的样子 还跑来问咱们 为什么那么多人聚在一起 真可笑呀 许家老大就是在独角山出事的 他住在独角山上 说说什么都不知道 谁姓啊 哎哟 这不是田小田他娘吗 你家饼子多肉也多 咱们可比不起 不过呢 我家若是像你家一样 要肉有肉 要饼子有饼子的 那我早就回家大吃特吃去了 哪里还会留一张嘴 在这里刻薄别人呢 虽说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大家伙聚集于此 但是全村的人能集中在一起 也挺难得的 我呢 就不要脸一回了 借着这次机会 再次跟大家伙儿声明一次 我许六月娘三 早就签了断绝关系书 彻底的跟许家断了关系 这件事情不仅仅是李正伯伯和几位德高望重的爷爷亲自主持的 就连族谱 我们都另外立了一份呢 我们娘三现在入的呀 是独角山山顶宗家的族谱 所以许家的任何人 跟咱们都没有关系 也希望大家伙儿能清醒一点 明白是非 莫要动不动就在我面前扯什么许天宝 毕竟有些人呢 光是听一听名字 就挺让我觉得恶心的 许六月的话 自自啃气 就仿佛他真的与这件事情无关一样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接面露疑惑 六月啊 你当真什么都不知道 昨天你在山上 没听到什么动静吗 知道什么 看你们这一次 难不成昨天独角山出了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了 快跟我说说 我可是住在山上的呢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六月啊 你 你果真不知 昨天夜里 许天宝出事了 在独角山山脚 他被野兽伤了 就连舌头都被人割了 流了好多的血呢 直到现在呀 都还没醒过来 此言当真 哼 好啊 我说我方才下山时 怎么瞧见山脚那里 有不少的血呢 原来就是某些没有良心的人 遭到了报应啊 我就说嘛 老天爷又不是瞎的 像他那种喜心厌旧 抛弃妓女的破烂玩意儿 早就该遭天遣了 你可先别报应不报应的啦 独角山本就危险 现在又出了这一档子事 你住在山上 时常都要上下山 哎呦 这实在是不妥呀 要不 李正啊 您给想个办法 在村子里给六月寻一处房子 让他搬下来 搬下来做什么呀 独角山那户人家是什么样子 你不清楚啊 这贱丫头都架到山上去了 你还让他搬下来 是存心想害我们村呢 啊 狗那耗子多管闲事 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信啦 要我看 我家大儿子就是被他给害成这样的 许流是那老前婆恨毒了许六月 且不管许天宝受伤的事情跟许六月有没有关系 他都得让许六月背上这一口黑锅 然后再趁机要了许六月的命 实在不行 要点银子也是好的 我家老大背上受伤也就算了 算他自己倒霉遇到野兽 但舌头被割这回事是怎么都算不了的 郑大夫说了 那舌头是被人用刀子割的 野兽可不会拿刀啊 你这是烂上我了呗 行吧 我现在也算是明白发生什么事了 无非就是你儿子许天宝 在独角山上出了事对吧 他被野兽伤了 又丢了舌头 那舌头像是被刀割的 所以你就认定这件事情是我干的 是不是这意思啊 除了你还有谁啊 独角山上除了你们那一家子见着 谁还敢上去啊 我大伯在独角山上被人割了舌头 一定是你们干的 独角山上被割的舌头 哦意思是说许天宝上了独角山了 我还以为他是在山脚下处的事呢 既然他是在独角山上受的伤 那说明除了我们家的人以外 还是有人敢上去的 你大伯不就是一个敢上独角山的贱人吗 你大伯平日里多怂啊 他最是怕死了 连他这样的人都敢上独角山 那你凭什么说别人不敢 万一就这么瞧 刚好有胆大的人上了独角山受恋呢 又刚好 你大伯不小心得罪了人家 区区哥哥舌头罢了 还用跟你们打招呼吗 你少在这里欺负我闺女 我大哥平日的胆子是不大 但他昨日上独角山是有原因的 各位乡亲们 今日难得大家伙都在 这个贱蹄子也在 你们就当判个案 看看这个贱蹄子有没有撒谎 学朗二便拉了一把许金事 大伙都知道 自从我们分家后 我大哥的日子一天过得不如一天 特别是这贱蹄子走了之后 我大哥连吃喝都困难 时常要我们接济 昨天我媳妇去杂货破 无意中知道许六月在收鹅绒 那鹅绒多贵啊 一斤就抵得上四五斤的猪肉 也怪我媳妇 回家后就念叨了几句 说许六月这贱蹄子好像发家了 我大哥什么事情都不上心 唯独听了这件事以后 就换了医生要去找许六月 在我大哥看来打断骨头连着筋 怎么说都是自己的血脉 他找自家女儿要点银子 总不过分吧 我们劝不住他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去 他临走前也跟我们说过 他不会惹事 只一路上山寻到许六月就成 乡亲们 我大哥既然是去寻许六月的 那么他无端端被人割了舌头 就一定跟许六月有关 要不然该怎么解释他嘴上的刀伤 还有他不见的舌头 就是我家大哥若是别的地方受伤也就罢了 可他这次伤的偏偏还是舌头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记得 当初许六月放过的狠话 他早就说过要割我大哥的舌头 现在我大哥的舌头真的没有了 还是在独角山上没的 你们说说 这世上哪里有那么巧的事情 好那是巧 咱们先放在一旁不说 就说你方才一口一句的剑蹄子吧 就该给你个教训 你想做什么 做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 要给你个教训啊 许六月突然加快脚步 朝许老二奔去 你 你可打我 打都打了 还来问我敢不敢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又推了许金事一把 这才回到原来的位置 要不是因为我看着你们许家上梁不争下梁歪 没人能教你 我才不会脏了自己的手 去碰你那张恶心至极的脸 我可不是你们许家人 任由你随意辱骂 一个耳光罢了 算便宜了你 要不然你试试骂骂别人 旁的就不说了 就催花婶子吧 你骂他一句试试 看看他男人和儿子 会不会直接将你打成第二个许天宝 许六月又掏出了手绢 轻轻擦拭着自己的手指 难得呀 以前天天嘲讽许天宝没用的人 今日竟一口一句大哥的叫着 多亲切呀 只可惜 许天宝现在听不到吧 按照你们方才那话里的意思 我就逃不脱了呗 就因为你们大哥上独角山 是去找我的 所以我就得背这个锅 我且问问你们 你们大哥去找我就一定能找到我吗 从你家到我家那么长的一段路 中间还隔着一个这么危险的独角山 你怎么就能肯定 他可以找得到我呢 又怎么能保证 他在途中不会遇到别的人 不会被别的人所害 就凭着他是去找我的 所以他出事我就得担责吗 如果爱你这么说 改天你父母去给祖宗上坟 路上不小心踩了个石头摔死了 你是不是还要到阴曹地府里 去找你的祖宗算账呢 就你们这样的人 平时里好事不干两件 羞辱人和诬陷人的事倒是干得不少 也不知哪里来的脸 还敢让全村的乡亲为你们断案 你们还真以为各位乡亲是瞎的吗 且不说你们许家人对一个姑娘说那等羞辱的话 是何等的家风 光凭着我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许天宝还想着问我要银子这事 就走见你们有多不要脸 如此不要脸的人 若有人真的信了你们 那人得多愚昧啊 平时里没瞧着你们对许天宝有多好 现在你们见许天宝受伤了 就来赖上我 说的简单些 还不是想在我身上额钱 哼你们也配 你说什么短绝关系啊 说什么离了族谱啊 你这个忘了祖宗的不小子孙呢 若没有我儿子的种 你这个简 再骂我一声贱人贱蹄子的 你试试 娘的 老子上辈子活了那么久 都没人敢骂我一个箭子 现在到了古代 光是你们许家人就骂出了一本箭字典了 别以为你年纪大 我就不敢打你 我不仅要打 还要光明正大的打 打死了算 我的我赔 来呀 继续骂呀 你 李正啊 你要给我们许家做主啊 你看看这个死 这个丫头 她简直就是欺负人呐 光看她这个嚣张的样子 不是打我 就是打我家老二的 我家老大的事情一定跟她有关的 就是啊 李正伯伯 你要为我们家做主 当着大家伙的面 我奶和我爹都被她打了 就更别提我大伯在独角山里 是怎么被她虐待的 她一定就是凶手 一定是的 李正伯伯快把她抓起来 直接放火上了她才行 李正啊 我们绝对没有冤枉她的 她真的说过要割我大哥的舌头啊 我是说过那些话 并且我这个人说到做到 若她再敢说她是我爹 我一定会割了她的舌头 只可惜啊 还没等我动手呢 她的舌头就已经办了家 也不知道是谁那么善解人意 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 若我知晓了 一定得好好谢谢人家 哦 对了 我记得以前谁跟我发过誓来着 哦 好像是许天卯发过啊 说是 如果她并非真心想跟我娘认错 那么便让她变成一个和尚 从此不是一个男人段子绝孙 还有 还有你 徐老二的媳妇 你好像也发过誓吧 我记得很清楚的呢 你当时还是跪着发的毒誓对吧 说什么 从此以后 你和你的女儿许芬芳 若是再来招惹我 你的父母 丈夫 孩子都将不得好死 你想做什么 做什么 哼 我拒绝一个弱女子 今天不过12岁能做什么 难道不是你们一直在提醒我吗 提醒我 我说过一些什么话 这不 一不小心 我也记起了你们说过些什么话呀 并且还十分好奇呢 这些誓言究竟会不会兑现 毕竟啊 我也想发誓啊 我发誓 如果许天宝的舌头是我哥的 那么我许六月一定不得好死 天打五雷轰 众人见词 纷纷摇头 大家伙又不是傻子 平日里许家人是什么样子的 谁不清楚啊 没评没据的 就因为一些猜测 许家人就要直接抓人烧死啊 许六月将毒誓发了以后 许金氏母女倒是安分了不少 这浑身发颤的躲在一旁 畏畏缩缩的再不敢说话了 但许六月是那老前婆 就像是一个战斗机似的 哪怕许六月字字在里 而他们也拿不出一箱半点的证据 可为了能缠上许六月 从中捞点银子 内吸引的是十分卖力 不是骂骂咧咧 就是又哭又闹的 莫说是许六月了 就连一旁看戏看的村民都烦走得很 李政伯伯 不如将独角山卖给我吧 你说什么 你说你要买独角山 对 我想买独角山 六月 你莫不是魔争了 谁人不知独角山危险 这么多年来 上头不知出了多少的人命 你呀 倒不如听你翠花婶子一句劝 搬到村子里来住得了 今日出事的是许天宝 明日指不定 哎呦 呸呸呸呸 瞧瞧我这嘴 就会瞎说话 六月呀 你年纪还小 可能不知道独角山有多邪门 总之你听我们一句劝 那座山不好你也莫呆了 对对对 你大壮叔说的对 搬回村子里来住 村委那里还有一间院子空着呢 是以前赵家还没发家钱住的 自从赵家发家搬去了城里以后呀 这院子就委托村里保管了 虽没明着说要卖 但暂时住着也是好的 那就让六月一家人回村子里住吧 只要他夫家的人不伤害我们 我没意见 就是就是这许家老大伤得太重了 还是莫呆在独角山的好 都是秋天了 再过几个月就过年了嘞 可别再出了什么事 让整个村子都跟着会去 大壮叔 翠花婶子 李正伯伯 你们就放心吧 事到如今 我也不瞒这大家伙了 独角山是危险 里头的猛虎毒蛇也是很多的 旁人进去了 多半都会丢命 但是我夫家呢 有一种药草乎身 只要上下山时随身带着那种药草 野兽就不敢接近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 我夫家能在独角山相安无事的原因 当然了 独角山毕竟是死了那么多人 鹰区呢 也确实是重 我呢 其实也觉得独角山上有一些冤魂恶鬼 毕竟晚上的时候 上头是真的阴森 不过 深正不怕影子斜 我行的正 坐的端 也没干过什么坏事 不像某些人 一家子上下没个好的 平日里做的事情 都跟黑了心肝似的 自然会有麻烦找上门了 各位叔伯婶子 大家伙的好意六月心领了 只是我婆母和夫君实在不喜欢热闹 所以我们还是住在山上的好 至于要买独角山 我是这么想的 独角山危险 这是大家伙都知道的事情 聪明的人呢 自然不敢上去 但是大家伙也瞧见了 这世上总是会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人 不怕死一样的往独角山跑 最后呢 出了事还能赖到我的头上 说实话 我是真的冤枉 为了避免以后再次出现像今日这样的麻烦 我想了一会儿 还是将独角山买下来算了 反正我现在手里也有点闲钱 且看看能不能买得起吧 一来呢 独角山归了我之后 大家伙可不能再往独角山跑了 因为那是我的私人地界 谁再往里头走一步 都是四闯民宅 要高上官府的 就更别提在上头出了事之后来找我负责 二来呢 某些不长眼的人知晓独角山有主之后 再有什么别的心思也能多加考虑一番 如此指不定还能避免村民伤亡呢 二百两 人生顶废的人权顿时安静了下来 所有的人都骑刷刷的朝许家人望去 二百两 还不如去抢呢 都盯着我干嘛呀 就该卖他二百两 那可是一座山呢 又不是什么小鸡小鸭 独角山那股人家不是有银子吗 光是买这个赔钱货就省得花五十两的银子 现在买下一整座山 怎么都得二百两吧 难不成 这赔钱货比那座山还贵呀 要我说 这二百两都是便宜他了 你们也不想想 咱们村子这么多户人家 二百两一座山卖出去再平摊下来 一家人才能拿多少银子呀 就是 反正这山是村子里的 卖出去得到的银子 也是村子里的 还不如卖个高价 最后大家伙平摊了 也好让我们都过个好年 我觉得有道理 就卖二百两 这许家的人疯 你也跟着疯 什么二百两 能给二两银子就卖了 还二百两呢 真当独角山是什么好东西呀 还跟着瞎起哄 前见的大老银子的声音虽然放得低 可耳力灵敏的许六月 还是听得一清二楚 就在他心生疑惑之时 墨尖墙不知何时 已经悄悄来到了许六月身边 你喊个价 往便宜了喊 好了好了 我瞧着大家伙开出来的价格呢 有高有低 一时之间也难以定下来 不如我来开一个价吧 要是大家伙觉得合适 我今天就把这山给买了 要是大家伙觉得不行 我也实在没得法子 毕竟 我付价的银子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二百两 着实是给不起 五两银子 怎么样 五两 花五两买独角山 给少了吗 不是说了往便宜的价开吗 六月 你莫不是脑子傻掉了吧 还真花五两银子买这座山啊 哎呦 这到底是年轻啊 不懂得持家 连五两的价都开得出来 要是我呀 顶多就给五钱 多一个铜板我都不买的 可能六月的富家 等真是有钱人家呀 要不然怎么会花五两银子买一座凶山呀 拜托 你们是卖家 我是买家 哪里有买家开了价 卖家还嫌价格高的 这不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吗 五两就五两吧 既然人家六月都开价了 咱们也不好再便宜卖给他呀 要不然啊 他指不定还以为咱们瞧不起他呢 哎呀是啊 那就五两吧 这个价格我们都同意了 不要啊 许六月回的肠子都清了 他很想说 要不咱们再谈谈 五钱就五钱 我不会认为你们瞧不起我的 哎 好帅啊 价格商定好了以后 众人也就散了 许六月跟着李正回家 去签订协议 至于许家的人 自然无人理会 而许六月呢 也是到了李正家才知道 为何那独角山如此便宜 早在很久之前就有人说过 这独角山没主 所以整座山的阴气都得分到村子众人的身上 若是能让他有主的话 指不定大家伙的运气会变得好一些 买山的手续办得很快 因着是中秋假节 每家人都是要吃团圆饭的 所以墨锦秀虽舍不得许六月 但还是忍着没留他 放他回去吃饭了 只是在临走时 不断叮嘱许六月 一定要将那能驱赶野兽的草药带好了 不能受伤 许六月笑嘻嘻硬着 心里多少有些不是滋味 就这一番胡扯出来的话 没想到墨锦秀还真信了 从此 这丫头骗子在许六月的心里 便多了一个外号 墨天真 请不吝点赞订阅